记者陈凯莉,新竹报道交大甜美正妹女魔鱼鱼21日夜间骑机车行经竹北兴隆,路旁突然冲出来的一只米格鲁,鱼鱼惊吓之鱼,机车失控,连人带车离田,除了手脚都有擦 破皮外,前牙三颗镜都被撞断,整个破相,原本笑容甜美的鱼,鱼因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有口难开,去报警还找不到毛小孩的主人,让他觉得很倒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负责 新竹县警方表示,应该处监视器不足,寻找狗主人有难度,而县议员杜文中也说,将会积极争取加设监视器 骁大田美正妹女魔鱼鱼夜间骑机车遭到路旁突然冲出来的一只米格鲁惊吓,连人带车离田,前牙三颗镜都被撞断,去报警还找不到毛小孩的主人,让他觉得很倒霉 图,鱼鱼提供,夏童正妹女魔鱼鱼是交大研究所学生,不只成绩好会读书,一头飘一场,大眼睛佳 上甜美的笑容,配上玲珑有致的身材,消好的外表让他成为模特儿,新常式展场,外拍女魔等活动主角 不过,他却在日前上网播文,2月21日晚间九时许奇机车经过竹北新龙路一段与台科路路口时,路旁突然冲出来的一只米格鲁,赫德他花容狮 色,车头失去控制,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门牙断了三颗,他说,当时舌头舔到断尺,发现门牙断了,整个傻眼,当下就坐在马路上崩溃大哭 他痛批,狗主人很没同理心,只记得追狗,在看见有人因狗受伤的情况下,还没回来关心,也让他觉得很受伤 当时一旁的机车骑士,见他摔倒在地爬不起来,连忙上前帮助并打电话叫救护车 鱼鱼向托迪记者抱怨说,当时目击者只看到一名外国人追逐米格鲁,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伺主,但是自己因为这场 车祸导致手脚擦伤,下巴欲轻,最令他伤心的是矫正两年多才刚毕业的牙,就这么撞断三颗,连要负责都不知道找谁 医生评估鱼鱼的三颗断牙,需要抹小妆牙套,每颗要价25,000,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多月 其中一颗因为神经有损伤,只能做根管治疗,目前他只能带助临时牙套进行日常生活 原本拥有一口笑起来令人羡慕的背齿,如今却面临断牙的惨劲,令他非常气愤 他说,希望当天的目击者若有看见讯息,拜托请提供他一些讯息 出面指证,协助鱼鱼找到狗寺主,新竹县议员杜文忠表示,主北新龙鹿和第一代,有许多爱好运 动的人在河堤沿岸跑步,由于该处的监视器严重不足,已经呈治安死角 近来有几起伤害事件都在附近发生,杜文忠说,他会争取加设监视器,以保障居民安全 田炳村律师说,寺主因为上狗,导致毛小孩害其事受伤,是可能构成伤害罪 狗主人可能因毛小孩害他人其事受伤,刑则是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趋一或500元以下罚金 至重伤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趋一或500元以下罚金